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10月27日星期五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說 在大陸樓市崩潰的情形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是找人問責 官方的調查已經從恆大集團主席許家印 擴大制度銀行和金融機構究竟有沒有涉及違法貸款 而最新被調查的就是恆大集團的最大債權人 中國民生銀行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習近平在今年9月會見了政府高層 明確表示在整頓房地產行業的時候 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第二單消息 在日前 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2024年節假日安排 其中春節年假經調整過後 是一共放8天 此外 隨席並沒有放假 引發出大陸網民的狂鬧 部分網民質疑 隨席不放假的原因是和被毀鞋陰有關 首先要呼籲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 在大陸樓市崩潰的情形下 習近平正是找人問責 在講那篇報導之前 我就有些見解想先說 如果說說到大陸現在的樓市泡沫爆破 要找一個主事官員去問責的話 其實就應該找一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 提出房地產去庫存的人 而大陸用了一種什麼的方式 來搞房地產去庫存呢 就是帳價去庫存 這正正是導致大陸的房地產泡沫出現的原因 但是到底那個主事官員是誰呢 現在沒有人認的 個個都耍手令頭的 因為這個政策 其實就導了很多大陸的邊緣業主 是硬上車 押苗助長的 那2016年推出這個房地產去庫存的時候 它有一個什麼背景呢 就是當時的地方政府債務 其實都已經是貧臨一個崩潰的邊緣 是爆煲的了 但是為什麼一直輾轉延續到今時今日 才又再爆呢 中間那八年的時間 為什麼沒有爆呢 就是因為推了這個房地產去庫存 甚至乎連一些三四線的城市 都是在搞這一套 變了地方政府的槓桿 轉移了去買樓人士的身上 當時用了一套什麼方法去庫存呢 就叫做漲價去庫存 理論上來說 你賣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要促銷的 那你現在是要降價 減價 比如說現在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就是這樣 發展商要錢就不要貨的 那它怎麼做好呢 就是要劈價求售 一般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但是大陸過去幾年 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 叫做漲價去庫存 那為什麼那些樓加價 它都可以是去到庫存呢 一般的住宅市場來說 你當然有一個需求你才去買樓 那這個就很合理 一個健康的房地產市場 但是大陸過去幾年 推這個所謂去庫存的時候 它就一直漲價 就變了 使得廣泛的民眾都有了一個期望 就是認為 它買的那層樓是必升的 就導致那些人會覺得 當它越早上車的時候 它所賺到的樓價升幅就越大了 反之來說 它越遲上車 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了 因為他們認為樓價會升 變了對於房地產的需求 原本就是出於居住的 過去幾年就出於炒賣 出於對升值的期望 這時候就夾了很多邊緣人上車了 它稍為有兩個錢 它也想著要靠炒樓來發達 甚至乎連農村那些 都逼它走進城市買樓 引它進去 的確是有很多人拿了一搭 如果不是 哪有這麼多人做了爛尾樓的苦主 個個都有大頭症 變成全民炒樓 當然你不要算那些什麼六億人口 每個月只有一千元人民幣以下那一堆 因為你中國人口就多的事 那些稍為有兩個錢的 全部走了去買樓 那你那個房地產泡沫現在一爆破的時候 那就出事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個人問責的話 就要找回那個主事官員 哪一個推這個帳架去庫存的 令到那些人要覺得 要撿輸行頭慘過敗家 不買樓就愚蠢 那到底是哪一個主事的財金官員 搞出來的呢 現在當然是沒有人肯認 但是要問責的話 就應該找回那個主事官員出來 那現在就不用搞了 你不能去庫存 本身其實都已經是過度供應了 現在就更加是爆破了 我們看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是怎樣說的 他們就引述支持人士指出 在對於恆大集團的創辦人 許家印涉嫌違法犯罪進行調查之後 大陸政府正是將調查的範圍 擴大到一些為開發商的高風險行為 提供便利的銀行業人士和金融機構 目前被調查的人員 包括了中國銀行的其中一個前負責人 上個月 習近平在會見官員的時候明確表示 他希望對於房地產行業的整頓是不留死角的 在這次會議上 習近平說 他可以容忍經濟增長 因為房地產下滑而方緩 但是反覆必須要進行到底 報道引述有經濟學家提到 不斷擴大調查 雖然可能有助於監管機構 摸清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混亂局面 但同時也會分散了注意力 妨礙採取更實質性的措施 來穩住這個已經陷入困境的行業 即是你搞得清算來的時候 又提振不到 你搞哪樣先呢 那個優先次序是怎樣呢 好了 大陸的房地產繁榮期結束以後 使得債台高速 投資者又惶恐不安 很多消費者更加是不願消費 這個就是合理的 因為樓價跌的時候 很多業主一來就已經是 心理不平衡了 大佬你供的那層樓 也跌價的 二來就是 他也要有一個供樓的壓力 一定就是減少消費 尤其在大陸 那些業主有些是爛尾樓的苦主來的 住都未曾住過就開始供了 一直供死會 他又打算停泰 不好意思 在大陸追到你天腳底 你打算賤賣 又怎樣 沒得被你甩出去 因為他又連繫到 那些什麼社會信用系統 好了 報道就說 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 恆大的負債規模 就相當於3270億美元 所以你想想 法國債一萬億人民幣 根本上你都不夠恆大還錢 如果說那個額度來比較的話 好了 恆大在9月份披露 許家印遭到調查消息 而較早前華爾街日報也報導過 有關部門正在調查 許家印有沒有把資產拿藏在海外 有的話就追逃追贓 好了 接近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就說 對許家印的調查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什麼呢 許家印及其管理團隊 究竟有沒有參與到非法的籌資活動 比如說什麼呢 就是為那些銀行的高管提供回購 以換取貸款 啊 就是為什麼恆大可以輕易借到那麼多錢呢 有沒有中間做了什麼的手腳 現在就查這件事 官員尤其關注到恆大二十家最大的債權人裏面 就包括了一些國有銀行 以及一些較低級別的地方政府控制的銀行 而在今個月的較早時候 原本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的劉連閣 因為涉嫌受賄和違法發放貸款被捕 在他擔任中銀董事長期間 中銀對恆大的重要性是與日俱增的 好了 在許家印被調查的消息曝光幾天之後 大陸政府宣布了對劉連閣的指控 但是並沒有具體說明究竟指控的內容是什麼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宣稱 對於劉連閣的指控部分 是涉及到中國銀行對恆大發放的貸款 公佈這一項消息的時機 目的就是要向各大銀行及其高層管理人員發出一個警告的信號 提醒他們必須要注意到對恆大和已經整體淪陷的房地產行業的風險躺口 那我就認為這個警告信號也發得有點遲 若然在過去一段時間裡 他已經借了錢給恆大 而且他閉上眼睛借的 那為什麼閉上眼睛借呢 可能有一些高管收回購 不知道 這些要查 反正已經是發生了的事情 你現在再警告他 老實說恆大沒有人肯借錢給他 現在他都爆了 那另外那些房地產企業 就算是說價為穩健的 比如碧桂園那樣 他們都出現了在海外的債務違約 那些利息沒有辦法如期對付 那便被認定了是違約 那所以呢 現在就算你不提出這個警告信號 都拿得很緊啊 還敢立暖放貸 好了知情人士又提到 另一家受到審查的銀行 就是恆大的最大債權人之一 民生銀行 那麼今年較早時候 民生銀行向證券監管機構 申請發行約70億美元的可轉換債券 目的就是在房地產堂口感到擔憂的情況下 增強自身的資本基礎 監管機構在審查期間 就詢問了民生銀行 究竟你有什麼風險呢 好了 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今年7月 要求民生銀行列出 所有房地產債務人的名單 包括已經是違約的 或者是面臨違約風險的債務人 知情人士就說 民生銀行一直都沒有提供這些訊息 因為不能說出去 如果你借了很多錢給恆大收不回 他還怎麼讓你來發行呢 那就好了 不提供了 去到8月的時候 民生銀行就說 以資本市場環境作為一個理由 取消了發債的計劃 其實就是監管機構知道了 你沒有提供這些訊息 他不批 那麼他就說自己取消 就幫自己拿回多少面子 好了 知情人士就說 對許家印的調查 預計就會有助於 相關的部門調查民生銀行 和其他銀行 對恆大的貸款行為 逐間來去查 大佬那條數 三千多億美元 負債 哪些人有份借過給他的 全部出事 好了 面臨著這個泡沫爆破 究竟有什麼打救的辦法 報導就說 大陸政府其實都採取了一些很零碎的措施 來支持房地產開發商 以及刺激買樓的了 的確是 搞了很多小的措施出來 但是就不吸引 成效也不大 就未曾推出一個全面的計劃 來幫助開發商進行債務重組 以及讓銀行或其他相關利益方 來承擔損失 好了 據接近中國政府決策進程的知情人士就說 缺乏全面債務重組計劃的部分原因 是來自習近平本人的指示 他要求必須要擠壓房地產行業 所以你就很難搞了 如果說最高領導人有意見 那就很難搞了 好了 報導最後就說 自從2012年底上任以來 習近平一直將反附縮貪作為集權統治的一種方式 即使他在去年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以後 這個策略的重要性仍然是有增無減的 2021年尾 習近平已經對金融業發起了一輪的整頓 但是去到現在 針對恆大等開發商的整治 就為金融整頓增加了新的理由 據巴克萊的研究就說 截至今年的上半年 房地產貸款大約佔中國銀行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 恆大在2020年披露20家主要銀行債權人名單的時候 是沒有中國銀行的 好了 不過根據目前這個恆大的網站所說 主要銀行債權人名單當中 中國銀行是排第十六的 所以在過去三年裡 中國銀行就借了很多錢給恆大 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都沒有上榜 現在上了榜 這件事就有很久查 就被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形容是清洗的運動 真是半君如半虎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外一宗消息 就是大陸隨直不放假 引來了很多網民的 不滿 好了 在前天的時候 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2024年節假日安排 其中春節是怎樣放呢 2月10日至17日放假調休 一共有八天 2月10日是何時呢 大年初一 換言之 隨直其實是沒有假放的 但是通知有提到 鼓勵各單位 結合大新年假等制度 落實 安排職工在隨直休息 隨直就是年三十 好了 這件事就在網上引來了很多人的不滿 為什麼隨直都不放假呢 連三十都要工作呢 甚至有些網民提出了一個質疑 那些網民有什麼說呢 他就說 這個是不是跟那個 被毀是有關呢 因為隨直 在普通話來說 就讀儲詩 這個 直 就跟 雜的音 是 一樣 只不過是聲調不同 那些人就說 喂 是不是要避毀 要避了這個 除雜的鞋陰 所以就隨直不放假 那這些人呢 又引述 說在歷史上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就是 袁世凱在清帝以後 就取消了元宵節這個稱呼 就改為尚元節 那為什麼不叫元宵呢 因為元 就是跟袁世凱的元 就是撞了 燒 本身就是通宵的燒 那就是跟燒除那個燒 是相同 在普通話裡 所以當時就取消了元宵這個稱呼 那些網民就說 家鎮市除席不放假 是不是跟這個鞋陰有關呢 我們看看官方的說法是怎樣 其實法改委 就 在當日 就因為太多網民在這裡吵怨巴閉 他們又轉發了很多條的微博 來幫自己辯解 其中一條微博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除席不放假呢 就要首先明白一個事實 中國的法定節假日就是11天 比起美國等的發達國家還要多幾天 那我就查過不是的 美國也是11天的 那你就沒有被人多的 而且呢 你說說放假 在美國呢 全部工種都是五天工作的 其實西方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就算做南嶺做工人 都是五天工作的 這是法例規定的 要保障工人有休息的權利 大陸的就不是的 做公務員的 做教師就這樣五天 一般做工人的 做到職一樣 六天啊 想休息的話 一個星期休息一天 最多 然後別人放年假 美國規定的年假 做足一年就有五天 然後呢 就跟那家公司自己去談 而在外國普遍來說 那個年假呢 其實也是很豐厚的 是說 二十幾天都 大有人在的 是放假放足 二十幾天帶身的 那你再配合公眾假期 再配合五天工作 那就很多假放了 其實香港的公務員都是這樣的 但是 你 大陸的勞工是怎樣呢 那個勞工例就是 頭十年 你要在同一間公司做 頭十年 有五天的年假 那其實就很刻薄的了 啊 做到第十一年 才是有十天的喔 頭十年 老實說 大陸那些做勞工的 一間公司怎樣打十年工啊 很少人得啦 多數轉來轉去會跳吵的嘛 魚不過糖就不肥 所以本身大陸呢 其實在保障勞工放假那方面 就已經是 都很大的剝削 很刻薄了 難怪那些人吵啦 大哥你連三十都不放假 那所以 就是 發改委轉載這條的微博呢 就是觸從的 你也解釋不到的 啊 你反而呢 就令到那些人更加憤怒 尤其是一般那些這樣的 勞動階層 啊 那好了 然後呢 啊 就他又解說了 為什麼要掉休呢 啊 如果不掉休的話 那些假期呢 就會放得支離破碎了 啊 放一天之後又要上班 那恐怕會引來更多的麻聲 啊 那我就覺得這些是多鬼魚的 很簡單的 你放多天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只要你連三十都放多天 那些人就沒有東西吵了 那又不放呢 不放 那些人又猜這個 猜這個 那我不知道那些人 是穿鑿附會啊 還是怎樣 是不是啊 你說被毀 哈哈哈哈 那 你當然會令到那些人多話說 你放了就行 誰不知呢 那些人就在網上吵到拆天 好了 後來呢 發改委又出了一篇文章 他自己出了 他不轉載了 就說 這個放假安排 是有五大兩點的 第一 那麼 2024年春節 至少都放八日假期的了 從年初一就放到年初八 若然配合了大薪休假 就可以放假九天 但是你這個大薪休假要申請的嘛 不是啊 你這個大薪休假要批你的嘛 你要預先說的嘛 僱主肯批你的 那你就改日放咯 不批你的 麻煩你連三十都上班 真的做到連三十晚了 那麼 跟著下去那四大兩點 其實都是說著類似的東西 重複的而已 那就不是很解答得到那些網民的疑慮 那我們看看那些網民的心聲是怎樣 這個重要 因為呢 短短一兩個小時 就已經有 萬七條的評論 那現在都在河蟹了 就被人截了圖 在Twitter上面流傳 好了 一個例子廣東的網民就說 就事論事了 那些隨值不放假 究竟是什麼邏輯呢 很多人寧願說 年初七年初八去上班 那你國務院假日辦 究竟知不知道 一般打工人要休假 你要申請 是有幾難的 我們剛才提過 你說叫那些企業去配合別人 放年假 那那天怎麼辦呢 那那天全部放 要不然 年三十如果你說叫那些人 自願申請放假 肯定很多人申請那天放 對不對 那那一天 企業停運 那你不如那天官方宣佈放假 就行 好了 另一個 四川網民就說 為什麼隨值那天不放假 我不同意 這樣誰趕得切 是吃年夜飯 這個放假方案 為什麼會被通過 廣東網民 為什麼你不能直接宣佈隨值放假 為什麼非要調休 放多一天假 是不是會天下降 好了 另一個陝西網民就說 人家韓國的中秋節都放五日 北京網民 乾脆取消了春節就算了 現在過節了 難道還有什麼幸福感呢 黑龍江網民就說 說得太好了 隨值那麼重要都不放假 在這個最有氣氛的日子 煙花都不准延放 天天就在口喊 說要注重民族節日 文化傳承 另一個廣東網民就說 哎呀 真是牛逼了 全年無憂 沒有話好說 四川網民就說 想必定這個假期安排的人 可能沒有家人 一個人自己吃年夜飯 所以大家看到 網上邊那個民意 是一面倒的 不停地批評 為什麼連三十都不放假 那我就看到 胡錫進就很努力地去嘗試 解說 或者不同意他的人 就會認為他在刁盤 哈哈 但是他的刁盤是失敗了的 他都被人秉賣一份 老實說 一般那些打工的 尤其是做勞動階層的 做工廠的 一年都已經做到晚了 那你連三十都說 不允許別人放假的 又是不近人情 你叫那些企業自己來配合 落實這個年假的實施 不就是把責任轉嫁出去 如果你官方宣布 舉個例子 隨即放到年初七的 那行不行 你說不行 斷決和寵 但是 你最緊要的 過節就是那個異議 你問那些人放初八好 還是放年三十好 我想大部分人都選年三十 你斷不斷決和寵 這些就 根本上 人家都不關注的 當然 在他的立場來說 制定這個假期 可能有他的顧慮 比如說你放連續假期的時候 就會對於旅遊業 對於那些人的消費 會有提振 問題是那些人都不捨得花錢 對不對 所以 就搞出來 就被人罵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